咱俩确实是有过节 但是人人都在传你的事 你凭什么说是我说 由王鹤弟与白鹿领衔主演的线偶 《以爱为营》已经正式大结局了 这部剧从开拍起 便因为各种精修的路透照 将观众的期待值拉满 尤其还是在王鹤弟 凭借《苍蓝爵》一举爆红后 接拍的言情剧 更是让无数女粉丝 对这部剧 以及《实验》这个角色 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可没想到 《以爱为营》 从开播起 便因为滤镜问题 以及女主装照问题屡受诟病 后期甚至还因为其中的剧情 以及角色人设太过无脑 遭到了无数观众的谩骂 最后在大结局时 似乎观众对这部剧已经不抱期待 连最基本的讨论声都很少 甚至都在感慨 这部歹读的剧可算是播完了 显而易见 这部有两大流量加盟的剧 最终扑得很彻底 在暑期档时 魏大勋凭借着孟艳辰一角 可谓是火爆全网 由于他与王赫蒂斯下士 很好的朋友 再加上两人饰演的角色 都属于霸总类型 自然免不了被观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原以为实验将会是一个比孟艳辰 更加出彩的角色 可没想到 却是宋艳的人设 而以爱为赢 没有受到观众认可的主要原因 有以下几点 一 高光被剪 剧情不连贯 留下许多遗憾 现在许多电视剧在拍摄过程中 都会选择放出不少带有氛围感的路透照 一方面是为了在网友面前刷存在感 一方面是为了通过精修的路透照 让观众产生期待 但这种方式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有利 同样也有必 好处就在于通过几张照片 便可以成功为一部剧起到宣传作用 甚至可以在开播之前 便铺垫好大幅度的路人员以及热度 而弊端就在于 一旦正片内容与路透照出现严重不符的情况 很容易受到观众吐槽 甚至还有不少被剪的高光片段也会被发现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魏大勋在《我的人间烟火》中的路透照 原本有妹妹抱着他认错人的戏份 几位主角在直播时也提起到 表示这场戏很重要 然而在正片中却被一剪而光 导致剧组受到大批网友的吐槽 同样在《以爱为营》中也有这种情况 比如最后的大结局处 不管是在原著小说中还是在路透照中 都能够看到有郑舒逸和石燕两人举行婚礼的片段 甚至在开播之前 剧组还特意放出拍摄时的婚礼现场照片 结果粉丝满心欢喜买了点音去看结局 却发现两人根本没有婚礼 他们参加的是另外两人的婚礼 而且说三剑客要举办集体婚礼 但并不是现在 最后的结尾处卡在街捧花的那一刻 那么显而易见 剧组放出的婚礼 拍立得造型被彻底剪掉了 片尾还莫名其妙定格在了闪回的照片处 作为一部小甜剧 观众自然想看到的结局 是男女主幸福圆满的在一起 虽然最后两人也确定了情侣关系 但却不是最终的结局 不少网友看完这个结局后 纷纷表示自己花了18块钱买点音 甚至连看原定正片的资格都没有 二 人寿无脑 逻辑不通 而人寿无脑和逻辑不通 早在之前就已经受到了观众的吐槽 在正片中有一处情节是 实验的外甥女出了车祸 原本实验想要赶去医院 但是郑舒逸却通过撒娇 成功地留住了男主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看完这段后感到头脑发懵 还有最开始的剧情 郑舒逸的工作室想要去采访实验 但他居然不知道被采访者的长相 进而引出了接下来一系列乌龙事件的发生 这样的设定也被不少记者专业的人吐槽 在采访之前 了解被采访者是作为记者的基本职业素养 然而编剧却为了营造出两人的不期而遇 刻意设定出如此歹徒的情节 三 王赫帝白鹿没有CP感 当然了 以爱为营血扑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在于其中的男女主没有CP感 其实在综艺里就能够感觉到 王赫帝与白鹿之间因为太过相熟 并且两人性格都属于搞笑类型 在一起的画风是显而易见的兄弟情 作为现代言情剧 最关键的就是男女主之间朦胧的暧昧感 还有就是长相问题 王赫帝的长相偏小 看起来并不能驾驭霸总身上的深沉感 而白鹿的实际年纪本来就比王赫帝大 再加上剧中略显成熟的装照 更是拉开了两人之间的年纪 在这种情况下 让观众带入到郑舒逸向实验撒娇的情绪里 的确有些太难为观众了 四 市场风向错误 受众群体定位不轻 很多粉丝都表示 演员到了一定的年纪必须要转型 否则会因为戏路受到限制 无法突破演技上的瓶颈 这是粉丝对艺人最美好的期许 可也要是情况而定 因为有些演员一旦离开自己的舒适圈 便会彻底毁掉自己的路人员 从王赫帝与白鹿的以往作品中 可以看到两人爆火的作品都是古偶 最典型的就是《苍蓝爵》与周生如故 古装类的作品 不仅可以让两人在古装的装造加成下 颇有氛围感 还会放大自己长相上的优势 其实两人在以爱为赢之前也拍过现代剧 但最终的反响并不是很好 由此可见 王赫帝与白鹿的受众群体 并不在现偶类型中 5 期待太高 失望太大 流量带来反噬 这个原因是导致以爱为赢 受到群潮最主要的一点 以爱为赢 在开播之前 营销的方式就在与两大流量的加盟 这也让这部剧在开播之前自带庞大底盘 可是得到了许多关注度 就意味着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值很高 如果这部剧本身的质量就很好 那么自然没有任何问题 可一旦自身质量无法通过观众的检验 就很容易受到攻击 也就是流量明星带来的反噬作用 毕竟这部剧在开播之前 大肆营销是现偶天花板 质量甚至会超过 微微一笑很清诚 可最终却只剩观众看到了这样的剧情 也就很难不受到流量的回旋标了 以爱为营被骂冲上热搜 剧中大玩擦边伦理梗 网友怒斥歹毒 以爱为营自播出之后 就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质疑 进入付费点音的落幕阶段 却在凭恶趣味的话题占据热搜 网友怒评该剧年度最歹毒之剧 令大众感到震撼的是 之前该剧仅仅局限于 太尬 太土和太油 而如今该剧的最新内容 再次开拓出一块新雷区 竟然大玩擦边伦理梗 在最新内容中 主演白鹿和王鹤蒂 在剧演艺出逆天的一幕 先是女主手指受伤 行动不便 却故作倔强 拒绝男主爱心相助 甚至发毒誓 如果他打脸求助的话 就喊男主爸爸 这一句话立刻让人汗毛竖起 很难理解为何情侣之间 要用爸爸或是妈妈的称呼做赌注 这样的称呼和情侣的身份纠缠一起 难道不悔三观吗 没想到女主打脸的高光 时刻到来了 同时也来到了该剧的赖眼时刻 女主因为无法扣上内衣 于是拉开浴室门 口齿清晰地喊了一声爸爸 让男主来帮他扣上内衣 紧接着 王鹤蒂就顶着爸爸的头衔 帮着白鹿解决问题 看过这样的桥段 网友忍无可忍 纷纷上线吐槽 有网友发帖质疑 这样的虎狼之词竟然能够上电视 还被允许播出 如此无底线的内容 也诱发了众多网友 心理和生理的双重不适 很多人表示 即便是看网文 也会跳过相关的内容 如今这部言情剧 直接打破大家的审美底线 让大众直呼 没眼看 对于大众的质疑 知情网友透露 当初在拍摄的时候 男女主演均表示拒绝 但制片人坚决要拍 双方还因此僵持不下 影响了整个剧的拍摄 而且 制片人十分痴迷这种内容 这也让男女主演感到万分崩溃 这样的说法不论真假 最好的效果 就是将锅甩给了一个 已经无法露面的人 当然了 观众的眼睛自然是雪亮的 大家并不买账甩锅言论 大家产生质疑的源头 主要来自于该剧的蜡眼程度 从由王和由后的诞生 再到各种蜡眼台词的轮番登场 令人感觉整个剧组完全沉浸在他们的世界中 根本不顾忌观众的感受 更让大众难以接受的是 剧中涌动的娇妻文学和慈敬氛围 在剧中 女主虽然披着独立女性的皮肤衣 但一言一行都像是霸总身边的小娇妻 比如和同事炫耀她的有钱男友 充满后宫争宠的氛围感 而在另一段和同事的对话中 女主甚至将美色作为优势 直接和同事大搞慈敬 每句台词都令人不适 看到这里 只感到内于职场剧的可悲 格局和思考全无 借用TVB新剧中的一句话 找个男人嫁了吧 看着这部堪称五毒剧全的神剧 也难怪网友会争相质疑和吐槽 更有意思的是 该剧导演竟然有种秘枝般的自信 根据网上曝光的现场花絮 一众主创在现场商议拍摄工作时 主演王赫蒂提议某个桥段可以参考韩剧鬼怪 结果导演不以为然 还讲出一句逆天的话 鬼怪已经过时了 直接再次冲上热搜 还传去了韩网 不知道导演是哪里来的自信 不过很野好的证明了 这部剧水准确实有限 不过 女主白露似乎对导演相当信任 她曾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于导演的360度欣赏 更直言导演拍摄的恋爱场面充满梦幻感 那么 请看下面的动图 观众的审美观直接被彻底撞碎 结合大众集体吐槽 以及官方的点名差评 内鱼圈的导演或是演员们都该清醒一下了